《天氣報告》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節《天氣報告》 我是李鳳凰 一股偏東的海洋氣流 今天逐漸影響廣東沿岸地區 不知道大家今天出門口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今天的風力比昨天稍微大一點 接著一會看看大範圍的衛星圖像 衛星圖像顯示 香港附近的雲量不算太多 主要都是受到一些低雲的影響 眼睛在中環望吹就可以看到 久不久都有一些低雲飄過 不過大家仍然可以在雲和雲之間的縫隙 就是看到陽光 至於最高氣溫方面 今天各區的最高氣溫 普遍是約21度至27度之間 至於接下來幾天的天氣是怎樣 一起看看氣壓和溫度的預報圖 我們看到接下來幾天 廣東沿岸地區的等壓線 仍然是比較疏鬆 預計我們仍然會受到 一些由海洋而來的偏東氣流影響 天氣會比較和暖 至於詳細的天氣預測方面 預計是大致多雲 明天日間部分時間會有陽光 天氣和暖 氣溫在19度至23度之間 風勢方面吹和緩的偏東風 初時風勢會清淨 展望方面 未來幾天天氣會持續和暖 短暫時間會有陽光 這節的天氣就說到這裡 再見